我們看這題 他說以X代表位移 V代表速度 A代表焦度 F代表合力 則A的方向必與合則相同 因為我們曉得F等於MA 所以力的方向跟焦度方向相同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C 焦度的方向跟力的方向相同 所以如果有一個方向跟力的方向 然後再用一個方向的方向 好